有 防腐機啊 有我們也擔心 滿重視這個健康的問題啊 學生其實長期在這個壓迫 還到底就要遇到 他有什麼心理 就是遙控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啊 房子現在要一兩千萬吧 政府他是以公家機關 他認為他要以身作折 公家機關先關冷氣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更上 但是其實我們覺得這個政策 可能在這個時候 臨時爆火腳是沒有用的 因為其實如果只有公家機關 把冷氣關起來的話 那其實他這個 這個裡面他所佔的電力比例 是非常低的 其實我們覺得政府 其實應該在夏季尖峰期 早就開始之前 在三四月就開始做宣導 就是怎麼樣統整 我們所有的工商服務業 它的冷氣是不是都停留在 26到28度左右 然後呢 是不是門窗是有 不是你邊開冷氣 然後邊讓冷氣出去 我覺得要整體的才有用 而不是說 只關幾個公家機關就有用 我不曉得是說 當時我們林泉內閣 所接租的下午兩個小時 不開冷氣這樣的一個震設 是已經達到疫情目標了呢 還是已經喚起 學民節電的共識 還是說我們的限電 危機已經可以解除了 所以說十三號 就要開始畫下據點 如果都不是的話 那這一齣荒唐劇 到底是所為何來 簡單來講 這不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而是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 我們實在看不出 這樣兩個小時的節電 除了造成公務人員 根據洽工民眾的不便 跟不方便之外 到底為我們國家 省了多少的電 那如果這樣的電子 是杯水車薪 甚至最所謂的限電的 影響跟幫助有限 即便是所謂的 宣誓性的意義 到底有多大 都令人存疑的時候 這樣的政策 決策的品質 坦白講是令人看憂的 中午關冷氣當然是 它是一個過渡時期 那畢竟中午關冷氣 要公務部門關冷氣 這個政策也已經解除了 但我必須要講 民眾的觀感裡面 我們在跑基層的第一線 民眾的觀感裡面 其實認為政府 你到底在幹什麼 也搞不清楚 你的政府 一個小小的一個 電塔倒閉了 那造成整個 我們的用電的一個 大狀況出現 那代表說 我們的政府 這個處理危機 包括現在的 現在的台電 真的處理危機 非常非常的差 我覺得可能在短時間內 去推這個政策的時候 有點太急就張 所以導致了 像其實 雖然我們不是公務能源 但是還是可以體諒 公務能源的辛勞 所以應該是要求 民眾盡量在家裡的室內溫度 如果真的要 吹冷氣定在26度 不要變成21度 或者是19度 那個就是很冷 那但是 可能用電量又會大增 所以你恒溫在26度 其實會在用電的取得上 其實算是比較溫和的方式 那所以應該是要鼓勵民眾 大家一起來節電 然後把節電的一些 小撇步 然後用一些 酷瘦的畫面 或者是 用一些CF的影片 去拍出來 然後讓民眾了解 我怎麼樣節電 那我覺得大家一起來的話 那個整個的效益會非常大 其實最笨的方法就是 現在參政府用的 兩個小時把它關掉 因為你的電源機組 重新開又重新關 對於它本身的運作來講 並不是好的 更何況這樣所省的電 真的非常有限 目前立即性能做的改變 大概都是只有 比較大的規模的政策 例如說所謂的虛量競價 那還有一些 呼籲一些用電大戶 它能夠盡量節電 不然的話其實在現在 因為今年是又碰到 難得的高溫 在這個一個禮拜期間 其實能做的事情 已經不多了 所以我們才說政府 它應該在節電 跟抑制結封的時候 都要及早準備 你不能等到 你要是碰到一個颱風 一個電腦打塌 然後再碰到這個熱浪來襲 你到時候你當然會應變不及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是 政府在應變管理措施上 是非常能力不足的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